Hello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我是小编魔王 说起刘德华,我们就会有许多的赞美词想要说 因为刘德华在圈内真的是个正直又有爱心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过刘德华的坏话 在大家的心中,刘德华就是偶像的代名词 以前很多娱乐圈的人都受到过刘德华的照顾 而且刘德华很喜欢提拔后辈,对后辈的照顾也是很好 而吴君如呢,在大家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敢说敢做的耿直女性 在以往的港片中也是一个很正直的形象 虽说和陈可欣导演在一起这么多年 两人都没有领结婚证,但是两人的感情却是一直都很好 也是说明了吴君如还是有很强大的魅力存在的 之前吴君如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要颁奖给最佳男主 刘德华、刘青云、姜文、葛优都是候选人 但是吴君如却是对刘德华再三调侃 刘德华在台下脸都红了 吴君如站在台上特别的激动说 我真的很喜欢刘德华的哦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刘德华那么帅,那么有形,真的是魅力十足 台下的刘德华脸都红了 这在内地的颁奖典礼上谁会敢这么调侃刘德华 也就只有吴君如会这么调侃刘德华了 对则你们怎么看呢 我是小编魔王,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